各位朋友,你們好,我是Rai族 我以前在科大讀讀Biochemistry 在2013年畢業的 今天很感謝科大理學院 邀請我來做這個Alumna的sharing session 我接下來就會有大約20分鐘的時間 去share一下我在科大的生活 我的工作和我的社會服務的分享 現在我就在藥廠擔任副經理 同時其實我也是在科大做Physics Scholar 在生病科學部 當時我在2013年畢業之後 我就直接在科大讀了一個PhD 也是Division of Life Science 去到2018年畢業 我去年就開始讀一個HKU的Master of Public Health 另外就是在專業的資料方面 我另外就在Rai Society of Biology 就是一個協調的科學 首先就分享一下我在科大的一些生活 那我第一個Key message 想讓大家知道就是 UST的Bachelors of Science的program 是很comprehensive的 那我這裡就畫了兩張照片 一個就是在Lecture Theatre出現 另一個就是在Lab 那我以前讀Bachelors of Science的時候 那我就有一些Lecture-based的課程 還有一些做Lab的課程 那我會形容呢 HKUST 即是Science 那我以前呢 我記得有學校 我有讀過Bioinformatics Biophysics Animal Physiology 還有Organic Chemistry 那我會形容呢 我這個訓練是很紮實的 那以致到呢 我以前畢業之後呢 那我就會做Research 是做Neuroscience的 正經科學的 那我就去讀一些 一些Sysolbania 或者是一些 Depression Anxiety 這些精神 psychology的疾病 那畢業之後呢 其實我都去藥廠工作 那有掂過 Oncology 做藥學 還有現在我就在做藍科的 Ophthalmology 那當時科大給我一個 很 很 實的基礎 所以呢 我去學不同的 Specialty knowledge 的時候呢 我都很能夠 更輕就熟 那我這件事呢 我覺得我和 我同時比較之下呢 那這方面 我是都很優勝的 那第二個 key message 就是 我想提出 其實呢 School of Science 真的給了很多東西 那 我記得 我當時 School of Science 就提供過一個 program 那就是year one 那就提供了 School的 mentorship program 那是一個 即可謂 signature 的一個 program 那裡面呢 就是assign 你去找一些 社會知名人士 去做一個mentor 那之後在暑假的時候 就做一個 internship 那當時我在 2011年的時候呢 我就跟了 sorry 2011年 我就跟了 當時立法會議員 何俊仁 先生 那你看到 我那張照片呢 都在舊立法會 的時候拍的 那麼 在那個sharing session裡面呢 那他都有分享一些 就是他 在professional 和 如何分配時間 就跟 當時我的fetcher 說了很多knowledge 這樣子 那我記得當時呢 我很記得他 說了一件事 就是說你學習一件事的時候呢 你要了解他的方法學 還有哲學 那這件事呢 我都 保持著 都要記住在我的腦袋裡面 那另一件事呢 就是 這個是 BASF 是一間巴斯夫公司 那就是一間 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公司 那我記得我BASF的時候呢 就在Fulside School 就佈了這個program 就做一個 暑假的訓練program 那當時呢 就在第一屆呢 就在科學館裡教 那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program 其實應該去科學館裡教 那最後呢 我就把這個idea 和Science School的工程 那最後呢 就 line up 了這兩家 即是科學館裡 BASF 那最後這個program 往後那四年 都是在科學館裡教的 那所以 Science School的 職員都 我覺得很有愛心 那第三件事呢 就是exchange 那雖然現在疫情啦 但是我覺得 就是 作為一個大學生 如果將來有機會的話呢 真的 都可以試一下 exchange 那我會形容呢 科大 它是有很多exchange的機會 那我看到其他大學 可能會 就是這方面相對 比較少一點的 那我記得我當時呢 就選了韓國的一間大學 叫做Kais 就是 那就是 focus在 technology science 那 那我當時呢 去了一個新聞 那看到他們 哇 他們的infrastructure 真的很厲害 還有當時我在暑假的時候 上了一個叫做 包含的 那他們就 那他們就 真是很 嗯 就是我看到 其實 韓國政府怎麼 很大力投入 去 support 那些大港做創科呢 那這件事 都令到我 很大的可能性 那另外就是 那幾個月呢 我都 獨立了很多 成長了很多 那也都 很喜歡在那裡走 去一些大型超市啊 市集啊 等等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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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 鍵訊息呢 我想說就是 就是 就是 剛才教授也提到 除了你 要讀的課程之外呢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 通常的課程 的課程 那我記得呢 我當時 林畢業那一年 那我就 就遇上了一個很好的教授 他叫做 Professor Carol Lee 那就是教授 那當時呢 他就教我去 認識自己啦 讓我去 explore多點自己 究竟我 將來想怎樣 那當時呢 我就發現了 原來我喜歡 Health Care 覺得藥是很有用的 那所以 那當時我也很把握機會 那就是 在Final Year的時候呢 就報了 FIP Final Year Project 就是做 藥的研究 那後來呢 又因為 Professor Carol Lee 我最後就是 在科大那裏 讀PhD 那 去到現在呢 我就在藥創略工作了 那我這裏 都想說多一點 就是我在 postgraduate的時候 的 少許分享 那 剛才 Professor 都說過了 其實科大都很 defaulted 在我們一些 就是科大的資料 上面 那 那 我作為一個過來人 呢 我是很感受到這一點 我覺得 科大其實都給了一個 很supportive的 research 環境給我們 包括學生 那 那 記得當年呢 我 跟了Professor 上空 那 就做一個 Genetic Knockout的 研究項目 那 那當時呢 其實我是沒有老鼠啦 沒有一些機器啦 甚至是想要的藥都沒有 就是因為我想的東西 都比較天馬 行風少少少 那 但是呢 學校 和教授呢 都很support我 那我就 都花了很多心機啦 在美國啦 在英國啦 在港大啦 就找了一些我需要的 機器啦 藥啦 那最後呢 都促成了這個研究 那我在畢業的時候呢 我這個 paper呢 都publish了在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的journal上面的 那 直至到現在啦 那其實我跟科大都 都keep著有contact的 那我就 特別是跟 Professor Cole 那 郭錦平教授 在一些報紙 上面都會寫一些文章 那 通常都是 健康文章 那就會在 Biochemistry啦 中西醫學的角度呢 去和大家share 是啦 那我就 再講一些關於我 career上的東西 那 那當時呢 我PhD bash squared的時候 那我就 嗯 我很想由commercial公司去做 那 就當時都沒有說想繼續去做postdoc的 那 那我第一間入的公司呢 就是 Thermal Fischer scientific 那就是一個 做 Device 和Diagnostic的公司 那 那 Sanofi就是一間 Top tier的藥廠 那 那我在這兩間公司 其實都是做一個sales flow 那 那當時我也沒有想太多 即是 甚至我是拿著PhD都好 那我就 都去explore一下 那 那 然後呢 我就呼 啊 香港科學院 有個TLT program 就是 Technology Legal of Tomorrow 它好像一個sales界的AMT program 那 那我最後入了它 那就來到現在這個公司 那 那其實我 由畢業啦 去到現在做事 都是兩年多的時間 那 那 我也想介紹多一點這個TLT program 這個TLT program 它就是 啊 那 上年是第一屆 那我就是第一屆的啦 那 就有 差不多600 幾個的 Applicant 它去報這個 Program的 那就是Global 那最後就有8個 Finalists 那我就是其中一個 那就是 那通過這個機會呢 那我就進去了 現在的藥廠啦 那 那 它又有些不同的training 那 還有 會有C-level的 executive 它去做我的mentor 那當時我的mentor呢 就是 Science Park的CEO Albert Wong 王克強先生 那 還有我也有機會呢 去Proposate 一些政策給 特首的 那 那 接下來呢 這個月我也會有個 Semina 去分享 就是 Investing in the future of innovation 那 那 是的 那 另一方面呢 呢 我也有 很投入 在Social Service那裡 那 其實我的Social Service這件事 我在大學 都已經做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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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就是在同軍組會那裡 擔任領袖的 那我記得當時呢 其實在波大一路讀書 一路去堅固我的Social Service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很無論 那 那 由我大學去到現在都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那 那 我都一直去到 參與一些前線的 教育工作 那 那 當時呢 Professor Kelman Lee都給了很多的意見我 想一下 就是我可以怎樣在這方面進步 還有他都鼓勵我 就是不要放棄 那 所以呢 去到今天呢 就是我都很開心可以堅持到來 那 那還有我可以做到的東西原來很多 那我都近來都是 升職職啦 做了同軍總監 那還有呢 都有不同的 那 那以前呢 我在波大一路 其實 學生事務處 他們都有兩個Social Service的Awork 那 那時候我都很幸運 兩個我都拿到 那另外就有些公民獎啦 有政府 省的勳章啦 還有 那這個就特別一點 那 大灣區青年勉咒 那我覺得這個呢 就是Social Service 再加上我的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那 就 省法給予的 那 那最後呢 我也想在這裏 都很感謝科大 科大理學院 曾經都給了很多機會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覺得我反過來 選擇科大和理學院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來的 那在這裏呢 最後呢 我也鼓勵大家 去爭取多些不同的exposure 那科大和理學院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情況 給大家發揮 好 去到這裏了 多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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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殺 好